美方的调查结果是对三千两百多万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民众最冷酷无情的判决 人们不禁要问 难道被美军无人机杀死的十名阿富汗人就应该白白丧生吗 难道阿富汗人的生命 人权和自由就可以被无端蔑视吗 这充分暴露了美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傲慢虚伪和双重标准 阿富汗人的命也是命 我们敦促美方尊重阿富汗人民的生命和人权 将事件真相公之于众 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向受害者家属做出赔偿 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等军事行动 造成超过八十万人死亡 其中平民约33.5万 国际社会迄今没有看到美国对此进行调查 更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这是国际人权史上无法抹去的污点 美方应该彻底纠正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 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 切实尊重和保护人权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 防止侵犯人权的事件一再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